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20日 深夜刚结束中美洲出访回到台湾 第二天一早就被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宣布断交 这已经是蔡英文上任两年以来 断交的第五个友邦 台友邦将至17个 国民党抨击蔡英文这是彻底失败 要求蔡英文当局为无能 错误 又不懂反省的外事政策道歉 民进党则恼羞成怒的叫嚣 断交不会换得统一台湾的结果 而蔡英文则又想咸羊自重抱大腿 喊话国际社会称 这不只是台湾的事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 对于萨尔瓦多和台当局断交 民进党发言人何孟华21日声称 尊严和安全是非卖品 台湾不会因为少一个友邦 就失去存在的事实 甚至扬言断交 不会换得统一台湾的结果 正如蔡英文之前无数次重复过的一样 民进党也拿出了不会屈服的老把戏 和梦话这次叫嚣 台湾社会必须 更加团结和紧密合作 展现台湾强大的生命力和韧性 不卑躬屈膝 并称这样才能向国际社会证明 台湾能继续抵抗威胁而屹立不摇 据台媒报道 蔡英文21日也举行记者会回应断交仪式 蔡英文先是想告洋状 向国际社会喊话称 这不只是台湾的事 情势的迫切 已经不容许有任何一点姑息 接着又喊话岛内拦颖 称此刻台湾不应在对内比较各政党的两岸政策 呼吁台湾民众要团结一致 最后 蔡英文又拿出了那套陈词滥调 再次叫嚣 台湾不会因为压力而屈服 而是会更团结 更坚强 让台湾走出去的决心更坚定 蔡英文依然把一切甩锅所谓打压 甚至旁起了口号 越致打压 越要团结 越致打压 越要走出去 对于蔡英文的表态 岛内网友显得已经习惯了 并调侃称国际笑柄 在联合新闻网进行的在线调查中 截至21日14日 共计927票中有781票选择不意外 断交骨牌势将继续 占比高达八成以上 台湾有质疑 蔡英文这样追杀在野党 谁跟你缓解 把你抄家了再叫你缓解 过去国民党做不到的 如今民进党如其所言一一做到了 台湾断交部为哄一创造条件 使出力量 做出贡献 台湾断交部打前锋 内政部守候为 台湾民进党加油 同一张声明稿要收好 还可以用17次 据新华社消息 萨尔瓦多总统20日晚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宣布萨尔瓦多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他坚信于中国建交是正确的一步 符合国际法 国际关系的原则 顺应当今时代不可逆转的趋势 他说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 萨尔瓦多政府对国内外形势进行了谨慎分析 萨尔瓦多共和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 政府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另据外交部网站消息 2018年8月21日上午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萨尔瓦多外长 塔斯塔内达签署两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王毅指出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是中国同任何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的根本基础 萨尔瓦多做出政治决断 承认并承诺恪受一个中国原则 不设任何前提的同中国建交 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站到了一起 至此世界上已有178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这再次充分证明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符合国际大义 顺应时代潮流的正确选择 是人心所向是大势所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练 中文字幕练 中文字幕练